所以當你在揮手的時候 你的頭就要轉過去 看著司令台上的人 我們今天練習 司令台上可能沒有人 說不定族主任會在那邊 我不確定 好 但是你就養成習慣 眼睛要轉過去看著司令台上的人 好 再來我們回到休息區之後 今天沒有椅子 下個禮拜三 我們會搬椅子出去 你要 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不會很長 可是我們下個禮拜三 是要跟國小的哥哥姊姊全部一起練習 所以我們下個禮拜三要搬椅子出去 回到休息區之後 你就安靜的坐在椅子上等待 你知道嗎 你懂嗎 好 我們今天還是一樣要帶水服出去 昨天我也有提醒你 如果你需要戴帽子的人 你今天可以把帽子戴著 啊 如果你沒有戴帽子 如果沒有帽子 如果沒有帽子 那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也沒有帽子 所以你有帶來的 你要用的 你可以自己戴著 如果你都沒有的 那沒有辦法 那就值得講了 不要沒有要用手帕 因為你的手要拿來做別的事 沒有要用手帕 但是如果你有手帕的小孩 我建議你可以拿起來 如果萬一你流汗的時候你可以擦 不要聽懂嗎 好 總之待會我們出去的時候 所有的小孩都要怎樣 很專心 很專心 你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好 在我們要出去之前 我們在教室先再來跳一次 我沒有要開電視了 因為我的兩個小老師很厲害 所以我們先在教室裡面 再跳一次 請你一樣喔 在木頭地板腳腳是 跳起來的時候腳腳是要 放輕的 你才不會嚇到了 我會不會